钱是有灵性的 金钱43条法则 御用这些方法和法则 让钱主动来找你 一 钱是世界上最有灵性的东西 你越懂它 它就越接近你 二 抓住机会 保持警觉 抓住身边的机会 这可能包括新的工作机会 投资项目或其他财务上的利多 包括路上看到钱要捡起来 尽管是五毛钱的硬币 但它会给你带来若干万倍的福气 三 你吸财 财也会吸你 所以不该花的钱不要乱花 四 设定明确的财富目标 写下你的财富目标 设定明确的数字和时间框架 这可以帮助你集中精力 并提供明确的方向 五 保持健康 身体健康是财富的一部分 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可以减少医疗费用 并确保你有足够的精力去追求财富 六 行善积德 厚得债务 有得才有的 无财不足以养到 无得不足以存财 七 财富需要低调处理 因为钱的恐惧在于被他人发现 所以要闷声发财 八 教育自己 不断学习投资 理财创业的知识 教育自己可以提升财务智慧 做出更好的财务决策 九 不说我没钱这句话挂在嘴边 不利于财运 和其生财 争斗败财 十 财务规划 规划你的财务 包括预算 储蓄和投资 有条理的管理财务 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 十一 没钱时 靠体力 技能 认知赚钱 等有了钱 就要懂得用钱赚钱 十二 情绪不稳定时 永远不要破坏财产 永远不要在激烈情绪下 撕毁钱或损坏物品 十三 拒绝囤囤囤 买买买 过极简的生活 才是富有者的姿态 少则得 多则获 十四 钱不是赚来的 是帮人解决问题后 获得的回报 十五 学习赚钱技能 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 无论是在职场上或创业 技能的提升 有助于增加你的赚钱能力 发了横财 不要沾沾自喜 你的认知 要配得上你拥有的钱 十六 才不入脊门 日常生活中 形势不可太过急躁 太过争强斗胜 十七 不要占别人的便宜 不该拿的拿了 不该得的得了 早晚都要加倍的还回去 占便宜等于吃亏 这是因果业力法则 十八 与其花很大力气节流 不如想办法开源 多去尝试不同的事业 打开财期入口 多去结识不同的人 来增加遇到贵人的机会 十九 永远提早十五分钟 不靠近免费的东西 二十 行善积德 帮助别人的同时 自己的内心也会风盈 转变自己的磁场 二十一 切莫为财心不正之事 天地钱财皆有之 二十二 想做的事情连神明都不要说 大财都是闷声得来的 二十三 不要吝啬你的赞美声 多赞美他人 二十四 我很健康 我很快乐 我很富足 一天念三遍 一个月改变磁场 相信正念的力量 二十五 要学会与金钱谈恋爱 你爱他想他吸引他 他才会来找你 二十六 搜寻发财的商机 将资讯和情报放在第一位 并且赶招金钱 金钱就会滚滚而来 二十七 努力去赚钱 也认真去花钱 买能力范围内最优质的东西 二十八 吸引力法则 爱自己 使自己的心情顺畅 你处于快乐 开心 喜悦 这些高频能量事 才能与同样美好事物的能量 形成共振 吸引他们的到来 好比吸引财富 二十九 慷慨付出 坦然的接受 有的人只能付出 不能接受 要知道付出 其实是付给自己 所以付出后不后悔 你后悔一分钟 你就失去了六十秒的人生 三十 以积极的态度帮助他人 可能是分享知识 提供服务 或支持慈善事业 帮人解决困难 行善是改变命运的钥匙 可以参考了凡思讯 三十一 注意养好体质 一个人身体好 精神足 运气自然会越来越好 三十二 每日默念 我的财富会不断增加 吸引力法则 会发生神奇的效果 三十三 勇敢改变自己 去做能得到钱的事 金钱有灵性 则懂金钱的灵性法则 财富自然旺旺来 很多人不明白 为什么总是赚不到钱 或存不住钱 其实 金钱在我们这个物质维度 是一种能量的表现 而能量的本质 就是频率的振动 频率越高 能量越强 就越吸引金钱 所以要致富 就必须与金钱 这一种能量产生共鸣 我们必须改变 自己参加金钱的运作法则 三十四 让别人赚钱 你才能得到更多的钱 这个法则就是舍的 先舍才能得 先付出 在收获的道理 三十六 建立良好人际关系 与他人建立正向的关系 可能是伙伴 导师或朋友 人际网络可以提供更多赚钱的机会 三十七 每一个人都是你的财神 即便是你付钱给对方 也一定记得对方是你的财神 你付了钱 换来了他的产品 服务 要对他说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提产品服务 能量反馈 你当人财神 你也自然是财神 就像你对人好人 也对你好的意思 读懂财富自然来 三十八 像一个亿万富翁一样说话 本质上是消除对金钱的限制性理念 把自己的频率提高到富有丰盛的状态 注意 你的语言和念头 消除那些匮乏的念头 我必须要很辛苦才能赚到钱 我总是没钱的 时刻保持正面正知 三十九 出于需要而不是占有 对于一件物品出于真正需要 以及喜欢它真正的价值而拥有 而不是出于白德 且并不喜欢或不需要 要知道 这个东西没有体现出真正的价值 在你那里就是负能量 四十 消除别人有我也要有的自卑心理 出于自卑才需要靠外在的东西体系 来体现你的价值 四十一 你值得拥有美好 试着去做一些 你不曾做过的美好事情 一顿美妙的晚餐 一次旅行 一场音乐会 告诉自己 我值得拥有美好的一切 四十二 正念此场引导法 每天在清晨或睡前 静坐片刻 默念正面的金钱 和财富的声明 例如 财富自然来 我是金钱的磁石 这有助于调整你的思维 创造积极的心态 四十三 愿景版 创造一个愿景版 上面贴满你想要实现的目标和梦想 每天花一些时间聚焦在这些影像上 让它们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以上的四十三条法则传达了一种积极的 爱和对常人召唤钱财的理解 你对这些法则和观点有什么看法 这些建议是基于积极心态和实际行动的结合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 你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和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 希望这些建议能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收看